这期继续讲一些混官场第八篇 柳志村村民全部撤离完毕 无意伤亡 而那个臭小子却躲在村民家睡了一觉 不做死就不会死 石可骏你个蠢货 今晚 秋原县城也在下大雨 华亭雅园 秦南此刻正靠在床头 李天花整个晚上都在忙着打电话 秦南心里却惦记着石可骏 找了个理由 就上楼了 来到楼上 他打了好几个电话给石可骏 却一直没接通 秦南并未多想 这个时候 他怎么会有时间接他电话呢 打开秋原论坛 满屏都是月牙镇柳志村洪灾的消息 论坛里满是柳志村被淹的图片与视频 段正山正冒于指挥 吴大强汤水帮助村民撤离 石可骏呢 他可是知道石可骏是驻村镇领导的事 这个时候 李英在抗灾一线才对 这家伙去哪了 秦南找了半天 愣是没找到 你呀的 真是奇了怪了 因为刚才上楼前 他从李天花和段正山的电话里 明明听到石可骏的名字了呀 扒拉了半天 终于在论坛的一个角落里 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也不知道是谁抓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并不清晰 模模糊糊可见 石可骏正拥抱着林义军 旁边是下雪 还有苏押 而石可骏坚毅而又担忧的眼神 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出来 这让秦南既激动又惊讶 还有那么点嫉妒 不过 旁边的美女又是怎么回事 就在现场 石可骏你这是在干嘛 秦南开始瑕疵了 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找他 难道自己也会担心他吗 此刻 包括秦南在内的很多人 不可能想到 就是这张很感人的照片 后来被居心回策的人给利用了 还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 刚才由于秦南急着上楼 并没有听到石可骏失踪的消息 秦南忽然有些烦躁 抬眼看了会挂在墙壁上的电视 里面正播放着古代宫斗剧 不由沉思起来 这一刻 秦南忽然觉得自己像是穿越了 穿越成了小主 这多少有点让他羞愧与无语 因为下雨 妈妈没有回去 也没有上楼来 此刻 秦南整个人都沉浸在对石可骏的各种猜想中 完全没有注意到 李天花已经站在床边 就像个幽灵似的 在李天花眼里 最近 秦南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 短短的时间内 秦南居然有了想逃离他的迹象 尽管他知道 秦南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 更重要的是 他要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晚上试探性的几句话中 李天花已经得出结论 那个难以决断的问题 在这个暴雨夜 他有了答案 尽管他有那么点不舍 但为了县长这个位置 转念一想 秦南又算得了什么呢 而他只是个凡人 一不错 不不错的道理 他岂会不懂 白天不懂夜的黑 可懂了又能如何呢 在另一边 月牙镇镇政府宿舍楼内 从柳之村回来的路上 石可骏 林义军 夏雪 几乎没什么交流回到宿舍 林义军先让夏雪去洗澡 而他则拿出手机 给石可骏发了条信息 难道你不该给我个解释吗 M 让林义军不解的是 石可骏秒回 却只有一个省略号 这是几个意思啊 他灵机一动 又发了条信息 刘门 石可骏依旧回了个符号 石可骏 你压的是猪脑袋吗 切 就在这时 石可骏发来一个小爱心 和一朵小红花 林义军顿时一阵心暖 臭小子 敢拿本姑娘开玩笑 洗完澡 林义军见夏雪已经睡着了 巧声开门 第一次来到五楼 他正准备敲门 门却从里面打开了 石可骏叹出脸 戏谑地说 林书记 你还真来了呀 夏雪不是在你那吗 嗯 嗯 你难道不欢迎吗 这倒不是 我是怕 怕你个大头鬼 林义军在他胸前轻敲一拳 随即走了进去 关上门 林义军脸色突变 说道 我说 你今天咋回事 刚才在车上那番话 谁会信呢 你自己信吗 林书记 真不好意思 我实在是太累了 想打个盹 没想到 刚坐下来 就成这样了 我必须向你检讨 石可骏又追问了句 村民们都安全撤离了吧 嗯 从林义军嘴里得知这个结果 石可骏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之前 他已打了电话给苏亚 告诉他自己没事 而理由如出一辙 就是睡了个觉 对于这样的解释 萧正和苏亚并没有多想 只要他没事就好了 一时间 林义军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了 他甚至为刚才的话感到后悔 因为没有石可骏 今天的柳之村 一定会出现所有人 无法承受的后果 石可骏 可是最大的功臣啊 林义军脑海里 突然闪现 白天的情景 那个在雨中拥抱自己的男人 而此刻 就在身边 石可骏 以后别叫我林书记了 喊我名字就行 这个不大好吧 那我叫你啥呢 义军还是 林义军捂着嘴笑了笑 随后把脸一沉 有嘴滑舌 随你吧 不过 你这衣服穿的 林义军突然捂住嘴 笑了起来 一米八几的大个头 穿了一件小两号的大汉衫 看上去甭提有多别扭了 石可骏用手挠了挠头 尬的说 林书记 义军书记 义军 林义军 被他逗乐了 你是在测试吗 不是授权 给你随便叫了 真是个小笨蛋 义军 你先做会 我先去洗个澡 石可骏嘴角微微一扬 做了个标准的擎天柱动作 林义军忍俊不禁 石可骏 你就臭美吧 他突然有些后悔了 为什么还不回去 见石可骏进了卫生间 林义军不由浮想连篇起来 而在浴室中 洗澡的石可骏 闭着眼睛 脑海中一遍遍浮现之前 所经历的一切 他躺在村民家废弃的房子内 接受着雨水不停地冲刷 梦中 鬼岛所发生的一切 仿若身临其境醒来后 他的身体 却发生了无法解释的变化 如果非要给个解释 用最新的理论来说 多少有点量子纠缠的意思 是另一个石可骏 驻他完成了蜕变 这很玄幻 很诡异 更令人难以相信 但它就是发生了 至于原因和过程 没人知道答案 因为石可骏也是个唯物主义者 他并不想相信 这世上有鬼怪的存在 而他原本古铜色的皮肤 微微也变了 变得有点白皙 却更加健硕 整个人淳朴而青涩 还透着点淡淡的书生气 石可骏体内的变化 更是让他惊喜不已 因为体内的灵气 不停在全身穴位 和七经八脉之间来回穿梭 最后在丹田里不断积蓄 最后形成一个 能清晰感受到的小物件 随着白胡子老道那句 臭小子 你即将进入第二重修炼 那一刻他感觉坐在滑如冰面的陨石上 任湖面的巨浪如何拍打 却微然不动 他就像睡着了似的 整个人被一层雾气所覆盖 随后雾气凝结成冰 形成冰山 而他就在冰山的最中间 随着湖水不断地拍打 冰山越来越大 最后整个湖心处融合为一体 而他被包裹在最中间 此刻他已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正等着最后的觉醒 他感觉不到一点冷意 整个人像是被注入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块被村民们流传为鬼岛的陨石 不知不觉发生着神奇的变化 原来坚硬无比的陨石慢慢变软 颜色也慢慢由黑色变成灰色 最后变成白色 当最后一股来自远古的灵气 注入到体内的一刻 他醒了 体内像是有火烤般 而此刻的冰山 由内而外 咯吱 咯吱 响了起来 随着一声巨大的响声传来 整个冰山就像是被炸弹瞬间引爆一样 冰块 冰屑 冰雹 从天而下 一阵巨浪拍来 巨大的陨石犹如沙丘 一点点脱落 最后消失在滚滚的湖水之中 从此以后 月牙湖将不再有鬼岛 但没人会相信他的话 因为他自己也不相信 如梦如幻 就是这么神奇 快一个小时了 夏雪还瞪着天花板 其实 林义军进门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睡 怎么还没回来 他们是不是那种关系啊 如果是的话 掩藏得可真深 一个人躺在床上 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想着 而他自己 何尝不是呢 夏雪你 只是知愁小鸭 石可骏那么帅气的男人 他又怎么会成为自己的菜呢 在响入飞飞中 夏雪迷迷糊糊睡着了 梦里却出现了另一番情景 他和石可骏携手在乡野里奔跑嬉戏 在月光下拥抱亲吻 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屋内 睡梦中 夏雪情不自禁地哥哥笑了起来 脸上洋溢着甜蜜的微笑 而在石可骏家 同样的一幕也在上演着 一个早 喜得昏天黑地 林义军接连打了N个哈欠 心中暗骂了N次 石可骏 你是不是又睡着了 眼睛盯着卫生间的门 心早已无边 也不知过了多久 石可骏哼着小曲 推开卫生间门的一刻 他突然停下 这才想起 家里还有客人呢 客人呢 他巧声来到客厅 没有 又四下找了会 仍然没有 莫非 捏手捏脚来到卧室 轻推开门 昏暗的房间内 床上躺着一个人 不是林义军 又会是谁呢 这是怎么回事 必须马上离开 否则的话 孤男寡女 转身正欲离开 石可骏 一个如梦幻般的声音传来 林义军翻了个身 揉揉眼睛 坐了起来 我怎么睡着了 嗯 要不你再睡会 林义军朝他瞪了一眼 心想 这小子 想什么呢 我回去了 下雪还在我呢 对了 明天早上九点要开镇委会议军 还有啥事 柳之村今天这种情况 千年不遇 以后估计不会再出现了林义军突然止住了脚步 站在客厅内 两只美眸死死盯着他 为什么 因为从此不再有鬼捣鬼才信你呢 林义军诡异一笑 朝着石可骏走去 踮起脚 在他额头上摸了下 这小子怎么回事 也不发烧啊 这么多人 到处找他 而他却躲起来睡大觉 不过呢 所有人都应该感谢他 一股清香袭来 石可骏定睛一看 为了验证一下他的最新发现 眼睛快速在林义军身上扫了一遍 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秘密 也没多想 随即就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 不好意思地说道 义军 你这里 林义军脸一红 果然这小子没安好心 切 你 你 你说什么呢 你别瞎想啊 我是说 你这里是不是 臭小子 想干嘛 一只粉拳已经重重落在他身上 你还说 你这里 左边是不是有一个 小结结 你 你找死 话没说完 林义军就愣住了 自己左胸的确长有一个小结结 他也是才发现的 这几天还长得特别快 他已经感觉到了不适 尤其是弯腰的时候 因为身体拉扯 还有点隐隐的痛 他正准备抽时间去医院看看呢 可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莫非 莫非 林义军红着脸 带着点娇羞说 石可俊 你刚才干什么坏事了 我是说 趁我睡觉的时候没有啊 林义军满脸狐疑 盯着他的脸 臭小子 做了却不敢承认 不过看着石可俊那一脸的真诚 还有这张笔原来还要帅气很多的脸 这家伙也不至于这么猥琐吧 我回去了 那个 这里要抓紧治疗了石可俊不依不饶的追问道 你 你 你 林义军平生第一次如此尴尬 如此无语 石可俊 这可是我的隐私 怎么能这么问呢 赶紧走 这里太不安全关门的一刻 耳朵里还传来石可俊三个字 是真的 其实石可俊是想说 我可以帮你治的林义军 陶冶式的回家 出门时按骂了句 石可俊 你就个大色狼 石可俊摇摇头 明明自己是好心 他却把自己当成了色狼 义军 明天我们再去烫柳之村 行吗 嗯 你人心 还抵真 自己一片好心 他却当成驴肝肺 不过这事 他还非得管不可 因为他已经发现了问题 或许他自己去过医院后 效果更好吧 林义军 你会主动来找我的 不相信 咱们走着瞧 次日一早 石可俊就醒了 和其他人不同的是 他可是精神焕发 整个人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 让石可俊心疼不已的事 就是手机丢了 伴随着昨天那场异梦 一起融入到月牙湖的神秘之中 身体的变化是能真切感受到的 在房间内打了一趟拳 无论出拳的速度还是力度 较前都有了跨越式提升 打了半个小时拳 拳身没有一丝汗 面不改色 心不跳 轻轻弹跳了几下 感觉身轻如燕 他站在阳台上 气沉丹田 仅用了一点点灵气 对着宿舍楼和办公楼之间 不远处的一棵大张树 打了几拳 拳风所致 整棵树自上而下猛烈晃动起来 树叶哗啦啦掉落一地 正在他惊愕不已的时候 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站在树下 正抬头看着摇晃的大树 此时 苏妙会刚从段正山办公室出来 头发有些凌乱 衣服的某处 居然有被撕裂的痕迹 在这样一个无风的清晨 大树居然莫名其妙摇晃起来 碧绿的树叶 无理由地狂落 此刻 苏妙会的心情非常复杂 充满了对生活的无奈 和对未来的迷茫 不由叹了口气 空无一人的政府大院内 她突然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孤单 甚至是那么的可怜与卑微 卑鄙的段正山 居然想霸王硬上弓 若不是自己说出一句话 吓退了段正山 此刻 恐怕 段正山 你给我小心点 如果你敢碰我 会有人收拾你的 你别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段正山起初并没有当回事 接下来的一句 让他瑟瑟发抖了 段正山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去问一个人 他会告诉你答案苏妙会 你少跟我来这套 鬼才信你的话呢 当苏妙会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段正山愣住了 尽管他并不完全相信 却再也不敢冒这个险 可躲得过初一 能躲得过初五吗 苏妙会被靠在大树上 就在这时 一片落叶在无风的天空中慢慢飘扬 他伸出手 落叶像似和他有缘似的 无声无息掉落在他纤细洁白的指缝间 两指轻轻一夹 苏妙会哭 笑了起来 突然间 他感觉自己像极了这片落叶 脑海中又闪过一个身影 此刻怎么会想起他了 苏妙会无奈地摇摇头 深深吐出一口气 苏妙会若有所思地看了眼远处 目光停留在石可骏宿舍的方向 他从未想过 会和他发生点什么 但就是 有一种难言的错觉 总觉得他和他之间 有一种前世的缘分 而他是一个藏花败柳之身的女人 又有什么资格去想如飞飞呢 但这个男人身上就是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 让他身不由己 不能自控 尽管这一切 他永远也不会说出来 是属于他一个人一生的秘密 今天 李天花也早早醒了 整晚都在考虑一件事 一件让他从来没有如此纠结过的事 周末他要去市里开会 除了开会 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和市政法委书记许桂生见面 许桂生在江海市官场是个怪人 永远都是一副阴沉的脸 即便是他 也极少见到他的笑容 另外 他很少和工作上的同事和朋友私下见面 即便是李天花一年顶多也就一两次 但这次许桂生却意外地答应了他 地点就在江海市有名的娱乐会所 会豪国际中心 李天花知道 其实这家会所的实控人 正是他儿子徐小海 这次见面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 以至于为此 李天花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因为他有很迫切的事 即需要向他当面汇报 直白点说 就是不当面确认他尾时不能放心 最近 他总是会听到一些风声 那就是 陈玉斌很有可能提前离任 而刘林则会接替书记的位置 但他能否如愿上位成为县长 就全靠许桂生了 他是许桂生的铁杆小弟 也是他圈子中的灵魂人物之一 以他对许桂生的了解 他并不贪财 因为他并不缺钱 对于那些想攀附他上位 削尖脑袋去送给他送钱的人 无一例外全部被拒门外 只有他 还有另外几个圈内人才知道 许桂生感兴趣的只有一样 那就是女人 李天花和他走近 能到常务副县长的位置 也是因为一个天宰难逢的机缘 让他了解到 他这个扭曲而又无耻的癖好 又通过信得过的人的极力引荐 他才和许桂生攀上关系 当年他就是这么干的 而这件事除了那个女人 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两个人知道 一个是许桂生 一个就是他 还有一个更不能说的秘密 因为许桂生形式非常的低调 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他从来不会和情人出现在任何公开的场合 更不允许任何知情人透露出去半个字 否则的话 等待他的一定是难以承受的结果 李天花曾经听那位引荐人说过 若干年前 在许桂生还是副市长的时候 有一个人犯了他的计 结果很惨 一场意外的车祸 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此刻 秦南睡得正香 微微的鼻息声 均匀地响着 别闹了 秦南半梦半醒之间 忽然呢喃了一句 就转过身去 李天花笑了笑 既然已经决定 就不会再犹豫了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此刻 他有点后悔当初的安排 不应该把他安排给刘林当秘书 可现在怎么办呢 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又从这件事想到另外一件事 随即李天花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 毕竟秦南不是以前那个女人 这次他必须要要大动脑筋 否则会弄巧成拙 那就得不偿失了 李天花马上起身去了一楼 推开门 杨佩佩正躺在床上正看着手机 作为一名老师 杨佩佩一直就有早起的习惯 见李天花推门进来 杨佩佩有种莫名的惊讶 县长 你怎么不多睡会 佩佩 以后在家里就不要叫我县长了 都老夫老妻了 叫我天花就行李天花点了一支烟 沉吟起来 完全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在杨佩佩眼里 这是很少见的事 李天花不仅气色不好 似有什么恼人的心事 你怎么了 哎 李天花深深叹了口气 生无可恋地盯着杨佩佩 又使劲吸了口烟 没有说话 真是个老奸巨华的家伙 见李天花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杨佩佩真的有点急了 昨晚上还是好好的 怎么一叫过来 就这样了 她很奇怪 也很疑惑 这李天花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以她对李天花的了解 她肯定是有什么事想和自己说 却又开不了口 天花 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也不是吧 对了 佩佩 最近你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 见时机已到 李天花悄然打了个伏笔 不再多说 风声 什么风声 随后又是一个深深的叹息 你的事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 杨佩佩瞬间明白了 只是刚才她没朝这方面去想 其实她也听到过一些传闻 就是县里两位主要领导要调整了 对于李天花来说 毫无疑问 那就是县长之位 可这是 她也没办法啊 嗯 听到一些 天花 你肯定没问题的不好说啊 这种事不到最后一刻 谁敢保证呢 这倒也是 可现在怎么办呢 见杨佩佩正一步步走进她设计的方向 李天花忽然改口说 佩佩 周末我要去市里 另外 在江海待上两天 我想让楠楠和我一起去 正好也给她介绍个人认识下 说不定对她将来有用呢 如出一辙 和两年前一样的套路 但沉迷于李天花情感世界里 无法自拔的杨佩佩 在这些事情上 总是慢半拍 却没有丝毫的察觉 这个你看吧 只要对楠楠有利就行 还有个事 我想给楠楠调个岗位 天天加班也不是个事 她还年轻 长期这样对身体不好 再说 楠楠这性格 我也舍不得 杨佩佩很是惊讶 也很感动 虽然她不知道 李天花这又是唱的哪一处 但她的话里 却又听不出任何的毛病 而她也早就对秦楠的工作有了想法 甚至在前不久 还和李天花说过这事 只是当时李天花的态度却很暖昧 而现在却主动提了出来 她忽然有种莫名的感动 李天花从杨佩佩的表情里 读出了她所希望的结果 随即画风一转 总之 我会安排好她的 都听你的 到此 李天花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 虽然她并不清楚 杨佩佩是否是真的这么想的 但她有足够的自信 让她毫无保留地信任自己 这并不仅因为她为她所做的一切 因为她清楚 杨佩佩心里 对她是真心的喜欢 佩佩 你真好 李天花忽然有点动情 镇镇抚素设楼 大概八点左右 石可俊就下楼了 来到三楼 她犹豫了下 最终她还是敲响了 林义军的宿舍的门 很快门开了 下雪探出头来 立即用手做了个虚的动作 这才说 石副镇长 林书记还在睡呢 要不你先进来吧 石可俊朝她点点头 静止走了进去 这是她第一次踏进林义军宿舍 抬眼看了下 满满的女人元素 布衣沙发上有好几只毛茸茸的玩具 小企鹅 小狗狗 见下雪也是满脸的倦意 石可俊忽然有点后悔 应该让他们多睡会 见石可俊容光焕发的样子 下雪居然有点走神了 石副镇长 这次真是多亏了你 我代表柳之村村民 感谢您的果断决策 不过 石可俊知道 她想说什么 微笑着说 下雪 别这么说 主要还是靠大家 尤其是江二奶奶的大力帮助 昨天的事才会这么顺利 其实最辛苦的还是你们 对于昨天下午的事 我感觉很抱歉 不 不 不 石副镇长 我没那个意思 石副镇长 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 其实吧 不管发不发生这件事 我可能都不会在这里干太久了 石可俊顿时愣住了 心想 这个下雪 是几个意思 不想干了吗 难道就因为段小飞吗 下雪 为什么这么想呢 如果是因为段小飞的话 你大可不必 为了这个人渣 丢了这份工作 不值当 再说 我不是在这里吗 如果她再敢缠着你 你告诉我 我去收拾她 不 不 不 也不仅是这件事 您可能不知道 其实我家在江海 而且您也知道 我这工作也没编制 在这里干下去 也不会有什么前途 其实我很热爱这份工作 另外 石副镇长 这件事 我还没和任何人说过 等柳之村的事情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辞职回市里去了 石可俊没有说话 见下雪 似乎是考虑好了 她也不便多说 不过 她是真不知道 下雪的家 居然在江海市 况且 在这里 自己虽然可以照顾她 但自己能力有限在说 段正山处处已工作的是压制下雪 想逼她就范 以她目前的处境 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想要和段正山抗衡 还没这能力 转念一想 不干也罢 大城市的女孩子 能在这里待两年 已经够不容易了 下雪 这件事 还是得你自己决定 不过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你回市里后 又得重新找工作了 下雪笑了笑 随后轻声说 石副镇长 这个没事 家里已经安排好了石可俊点点头 他不是长蛇妇 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一声轻壳声传来 不知什么时候 林义军已经起床 身子斜靠在房门上 正饶有兴趣地盯着他们 石副镇长 你就不晚点吗 话没说完 林义军就已经打了几个哈欠 石可俊朝他打了个招呼 林义军也没答话 直接进了卫生间 十分钟后 三个人一起下楼 今天林义军穿了条牛仔裤 一件黑色T恤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的精神 石可俊开着他的红色宝马 三个人先去吃了个早饭 然后到月牙镇移动营业厅 林义军跟着石可俊一起下车 下雪推开车门 随即收回了脚 算了吧 还是自觉点 别当电灯泡了 考虑到时间关系 石可俊买了不一千块不到的华为手机 又补办了张手机卡 三个人直奔柳之村而去 此刻 风平浪静 却又浑浊不堪的月牙湖 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石可俊站在村口 凝视着那条通往秋原县道的尽头 一头插进月牙湖中 在对面很远地方冒出头来 看着平静的湖面 而整个柳之村已成一片湖海 石可俊心情不由沉重起来 不远处 月牙湖边聚集了很多柳之村村民 石可俊十分理解他们此刻的心情 他们中有些人 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柳之村 在别人歧视的目光中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 尽管他们并不富裕 甚至可以说很贫穷 但他们淳朴善良 重感情 尤其是在昨天的撤离过程中 石可俊切身感受到 他们的淳朴与善良 可现在他们眼前 只有一望无际浑浊的湖水 这像极了他们充满悲情的人生 因为湖水里浸泡着他们的家 还有他们所有的财产 此刻 在他们满是忧虑的脸上 挂满了泪水 此情此景此人 石可俊 林义军 包括下雪在内 很想走过去安慰他们 可他们又能说什么呢 只有活下去 才能看到希望 三个人看着宁静的湖面 心情沉重 一言不发 远远望去 湖边的村民们越聚越多 这时 石可俊被远处一个小白影吸引住了 放眼望去 白影远离村民 很是孤单 石可俊发现是个年轻的女孩 由于他出奇的事例 他发现女孩的举止有些异常 只见他坐在湖边潮湿的田梗上 两只脚放在湖水梨手里 抓着什么东西 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 而他的面前只有月牙湖 就在这时 女孩突然双手撑着田梗 慢慢向湖中走去 他要干什么 与此同时 石可俊朝林义军看了眼 紧张地说 林书记 你们先在这等着 我到那边去看看 没等林义军说话 石可俊整个人就像一把利剑一样 瞬间射了出去 剑步如飞 朝着白影的方向狂奔 让石可俊感觉到奇怪的是 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 听着耳边呼呼的风声 感觉脚都没有完全着地 下一步就迈出去了 而他却一点也不累 面不改色 心不跳 几乎和平时走路时 没什么不同 你呀的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轻功 他可是从来没有练过这个呀 石可俊所不知道的是 此刻 林义军和夏雪正张着嘴 眼睛瞪得老大 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越来越小的背影 这家伙 怎么跑得这么快 这是在以白米赛跑的速度跑马拉松啊 真神奇 太不可思议了 就在他们还在为石可俊这种匪夷所思的表现 而惊愕不已的时候 石可俊就已经来到距离白影不远的地方 200米 150米 100米 50米 忽然 石可俊身体猛地向后倒退了好几步 胸口一阵剧烈的脚痛袭来 额头的汗水顿时就下来了 他停下脚步 双手撑在膝盖上 大口地喘着气 眼前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虽然是背向自己 石可俊也可以肯定是一个女学生 因为 他穿着一件白色香蓝边的校服 此刻 只见女孩抓着田梗边一棵小树 整个人站在湖水里 湖水刚好没过膝盖 他不时用另一只手在湖水中滑拉着 嘴里不停地轻声说着话 虽然还有近百米 即便女孩声音很小 但石可俊却能清晰地听到 他说每一句话 我回来了 显儿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们不要担心 女孩带着哭腔 重复着同一句话 稍事休息后 石可俊感觉好了很多 迈步往前走去 刚抬起脚 随即又是一阵脚痛袭来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 又向后退了几步 石可俊感觉莫名其妙 今天这是咋的了 刚才还剑步如飞 大气不喘 就在这时 女孩手紧紧一拉 踩着田梗边斜坡 上了岸 又转过身朝月牙湖 深深一鞠躬 朝着石可俊相反的方向走了 石可俊很想见见这个女孩 那句话一直在他耳边萦绕 挥之不去 可自己在关键时候 却犯了什么病 石可俊 你是怎么回事 留给她的 仅有一个轻盈的背影 在月牙湖边飘忽而去 望着远去的女孩 石可俊的思绪 忽然变得十分凌乱 像是失去了什么似的 不远处 林义军正向他走来 石可俊重新活动了下身体 居然一点事也没有了 他随即快步赢了上去 在林义军质问他之前 先开口了 义军 你怎么跑来了 十米远处 林义军大口喘着气 喊道我说石可俊 你小子神神秘秘地干什么呢 是不是看到了哪个美女 就迫不及待追过来了你说啥呢 没有的是 我 石可俊说不下去了 因为他发现 林义军正虎视 单单地盯着他 意思是在说 便 你在接着便 那个 义军不是你想的这么回事 我刚才可能看花了眼 看到了一个人坐在湖边 以为会有危险 才这么急跑过来的 结果来了 发现没人 石可俊没有实事求是说 但也没完全撒谎 来到跟前 见林义军还是将信将疑地盯着自己 石可俊尴尬一笑 又说了句 义军 你真美 林义军眨巴着大眼睛 一副不解的表情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神转变吧 切 累死我了 都怪你 话没说完 他的手不自觉地伸向胸口处 一阵剧痛突然袭来 原本满是汗水的脸上 骤然一片苍白 石可俊看在眼里 知道是这么回事 连忙走了过去 林义军默然向他身边靠了靠 他忍着身体的不适 勉强笑了笑 石可俊 跟你开玩笑的 不过这一路走来 村民们真的很可怜 心情突然就不好了 石可俊低头看了眼林义军 只见他眼睛红红的 苍白的脸上 看不到一点血丝 一股怜惜之情油然而生 伸手搂过林义军的肩头 深深叹息了一声 是啊 一场大雨 让本就贫穷的村民们雪上加霜 尤其是村民们看我们的眼神中 有那么多的期待 期待我们能带给他们带来希望 而村民们的希望 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义军 你说是不 林义军没有推开 扶住自己的那只大手 他忽然觉得很温暖 尤其是听了石可俊这番话后 他更相信了自己最初的判断 眼前这个有点傻 骨子里透着坚毅的男人 有条不紊站在那回答面试题的一刻 他就对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所以才会暗中助他度过那次危机 算下来 他已经帮助他两次了 不过自己是不会告诉他的 他不仅帅 内心更美 责任与担当 此刻写满了他整张脸 嗯 不过 我们的力量有限啊 林义军发出一声感慨 由于此刻身体的不适 此刻 他整个人已经靠在石可俊身上 过了半晌 林义军觉得身体好了些 轻声说 我们回去吧 石可俊看了他一眼 这个极聪明与智慧于一体的省城女孩 却心甘情愿 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工作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都值得称赞与学习 脑海里快速浮现昨天发生的一幕 石可俊心里突然一热 义军 我背你吧 林义军完全愣住了 背我 见石可俊一脸真诚的模样 没有半点的邪魅之色 林义军确信 他不是想占自己便宜 可是 这样也不太好吧 万一被别人看到 那就说不清了 尤其是那个下雪 因为林义军发现 下雪好像对石可俊也有那么点意思 再说 自己这苗条之身虽然不算重 但背着走这么远的路 石可俊能吃得消吗 这个 别了 我们慢些走就行 下一秒 林义军直接暖心了 就差没掉眼泪了 话没说完 石可俊已在他面前蹲下身子 手挥了挥 义军 上来吧 我又不会吃了你 林义军着实累了 整个人没有一点精神 胸口隐隐作痛 让他突然想起 昨天晚上石可俊的话 林义军没再推辞 他俯下身子 轻轻趴在石可俊宽阔的背上 两只手很自然地缓住他的脖子 两个人的身体 就这么静静地贴在一起 石可俊起身 拖住他的双腿 抬脚往前走去 林义军突然想起 小时候爸爸背着自己玩耍的情景 这是何其的相似 他将脸贴在他的头上 闻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一种从未有过的温馨 瞬间席卷他整个大脑 他突然想问自己一个问题 林义军 你是不是喜欢上这个男人了 感觉脸上一阵温热 苍白的脸上居然飘过两朵红霞 一路走来 直到回到车上 石可俊走得并不慢 居然没有一点累的感觉 整个过程中 脑子一直在想着 之前那个美丽的背影 他是谁 更让他惊讶的是 直到现在 他才发现 林义军居然趴在他身上睡着了 轻轻唤醒熟睡中的林义军 将他放了下来 下雪去了村里的临时工作地点 考虑到林义军身体情况 石可俊给下雪打了个电话 就回去了 谢谢你 林义军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侧脸望着专心开车的石可俊 脸上写满了感动 石可俊斜过脸朝他笑了笑 见林义军气色比先前好了很多 退去的红霞又从边缘慢慢回来了 灵机一动 颇有玩味地说 是我应该感谢你才是 感谢漂亮的林书记 给了我一个服务的机会 这话听起来 怎么这么别扭呢 换作以前 林义军定是一顿称怒 不过他知道 此刻 石可俊是和他开玩笑 是想让他开心 真的吗 林义军言嘴一笑 石大帅哥平时都是这么红女孩子的吗 一定有不少美女在你这张嘴下沦陷了吧 哈哈 你是第一个 切 真的 突然 石可俊觉得哪里不对劲 怎么回事 忽然 一阵疼痛瞬间袭来 害得他差点油门当刹车 哎呦 姑奶奶 你这是干啥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石可俊 居然敢拿本姑娘开玩笑 林义军演着嘴大笑道 此刻 林义军就像是一个情斗未开的少女 在和喜欢的男生打情骂俏 一路嬉戏 一路欢声笑语 来到镇政府 各自收拾起欢快的心情 回自己办公室 下午 镇派出所所长施政阳来到石可俊办公室 这让石可俊有点意外 对这个派出所所长 石可俊很是好奇 第一天来月牙镇报到时的情景 他可是记忆犹新 这个施政阳精明能干 而又不失原则性 从处理侯小六这件事来看 他是一个很有主见 性格鲜明的男人 一句话 他对施政阳印象不错 甚至他已经心里 把他纳入值得深交的男人 哪怕他们之间还没那么熟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施政阳眼里 他的想法和石可俊 居然不谋而合 石可俊给施政阳泡了杯茶 两个人坐在办公室内的小沙发上聊了起来 施所长 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这了 早就想来拜访石副镇长了 别见怪才好 是啊 最近事情实在是太多 前些天柳之村一别 正想着什么时候请施所长吃个饭呢 感谢施所长秉公执法 将坏人绳之以法 石副镇长 您这是在批评我呢 今天我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当面邀请你 看你什么时候方便 咱们一起喝个酒 石可俊转念一想 两个大男人 不就吃个饭吗 也没啥好推辞的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得了 于是说道 施所长客气了 要不就今晚吧 我们喝一杯 施政阳没想到石可俊这么爽快 不过 他今晚上还真有点事 稍加思考 施政阳随即说道 一言为定 回头我来接您 从施政阳快速变化的表情中 石可俊已经知道 施政阳今晚上 似乎是有什么安排 他本想推辞一下 或改个时间再聚 见施政阳回答得这么利索 也就没说出来 突然他想到一个人 于是又说了句 晚上方不方便多带一个人 施政阳几乎没有考虑 就笑着说 当然可以 因为我也会带一个人 两个大男人相识一笑 没有半点的婆婆妈妈 像施政阳这种性格的男人 真的很对施可俊的胃口 他最厌烦那种腻歪的男人 送走施政阳 施可俊给林义军打了个电话 开门见山说 义军 晚上在这里吗 在啊 有什么事 林义军瞬间接听 晚上请你吃饭 真的 你小子不会是骗我的吧 当然是真的 回头打电话给你 嗯 挂了电话 施可俊突然有点后悔 自己是不是有点唐突了 万一林义军并不待见施政阳 这弄不好会弄巧成桌啊 你压得 凡事你不能多考虑下吗 略加思索 施可俊起身往三楼走去 他没有走主楼梯 而是从最西边的小楼梯走了下去 与此同时 林义军也很意外 坐在椅子上 两只美眸忽闪着 一只手指放在唇边 眉头微醋 心想 这又是哪根啊 施可俊干嘛请我吃饭 是不是 话是这么说 其实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想到晚上又可以在一起 林义军心情顿时好了很多 他又用手按了下胸口 又甩了下膀子 还好 已经不怎么痛了刚刚 他联系了同学杜小娟 是省人医的妇科医生 这周末准备回省城去检查一下 想到这个 林义军就很郁闷 虽然小娟并没说什么 但言语中透露 他这种情况应该有点重了 弄不好还要挨一刀 正在这时 突然敲门声响起 林义军连忙坐正身子 说了句 请进 门从外面缓缓打开 施可俊快步走了进来 反手将门关了起来 朝林义军微微一笑 脸上挂满了笑容 林义军早已换了衣服 一身黑色的连衣裙 两条纤细雪白的手臂非常漂亮 清纯 高冷 迷人 施可俊第一次觉得 原来林义军居然这么美 完全是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 美中不足的是 虽然他化了个淡妆 气色却不太好 施可俊知道原因 但他实在不好说 灵机一动 他镜子走到林义军身边 这让林义军颇感意外 这小子想干嘛 这可是在办公室 看着一脸惊恐的林义军 施可俊笑了起来 义军 别瞎想 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 我再补偿一下你感谢 补偿 林义军原本疑惑的表情 变得更加茫然了 感谢你 让我背你这件事啊 施可俊戏谑一笑 随即又朝门口看了眼 没等林义军说话 就快步走了过去 只听见咔嚓一声 他居然叫门反锁了 汗言 史无前例的汗 林义军张着嘴巴 下巴差点就随着关门声 掉到了地上 两只大眼睛瞪得圆鼓鼓的 这小子是吃错药了吗 要是被人发现 可就真的糟了 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只见施可俊 右手在林义军办公桌前的椅子上 轻轻一摁 一个纵身 腾空而起 双腿盘起再展开 瞬间就已经到了他旁边 你 你 你 林义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什么你 快坐下 我帮你揉揉 不由分手 两只手在他肩头 轻轻往下一压 施可俊 你怎么跟个孩子似的 没办法 帮我按摩 这是几个意思啊 事已至此 推辞已毫无意义 林义军摇了摇头 只得坐了下来 而他所不知道的是 施可俊 是想借着给他按摩的机会 为他缓解胸口疼痛的症状 施可俊随即就在 他肩头按摩起来 一边按摩一边说 义军 施政阳这个人 你怎么看 怎么突然问这个了 不过 以他对施政阳的了解 表面上看 他听命于段正山和吴大强 实则只是表面现象 虽然他也会因为段小飞 没少干过擦屁股的烂事 但他在重大问题 尤其是原则性问题上 据他了解是不含糊的 而此刻 施可俊问起施政阳 林义军或多或少能猜到些什么 这么说吧 以我对他的了解 这个人并非表面上看的那样 如果你有意和他交好的话 我个人是持赞成态度的 林义军的话说得很直接 一句话将所有信息全盘告诉了 施可俊意思是 你在月牙镇事单力薄 如果能有他这么个朋友 对你是有好处的 而且这个人完全值得信任 嗯 我知道了 施可俊的双手按着按着 突然停了下来 林义军以为他也就是做做样子 无视线殷勤 非奸急道 哼 臭小子 就是想占自己便宜 他正想起身 就在这时 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从肩头开始 自上而下 一股暖流快速在体内流动起来 一阵舒爽之感 顿时席卷全身 施可俊侧身看了一下 林义军脸上已有红云飘来 脸上露出一抹难以察觉的微笑 随即又像之前一样 在林义军肩头轻轻按压起来 由于姿势的原因 两只手不自觉慢了许多 林义军也察觉到了异常 这小子怎么回事 一会快一会慢一会又停下来 他侧脸朝他望了下 顿时明白了 臭小子居然在偷窥自己 正准备发怒 转念一想 他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转回头去 他的这种变化 又怎么会逃过石可俊的眼睛 他顿时明白 心中一笑 好家伙 林义军不但没生气 似乎还有意无意纵容自己 不过 不过 他的身体对他是最诚实的存在 你挖的 怎么有了反应 到此为止 不能再僭越了 咽了口口水 石可俊松开手 装着如无其事 大功告成的样子说 义军 好了 你感觉怎么样 说话间 人就向门口走去 打开繁锁 心想 幸亏没人来敲门 不然还真的有点麻烦 林义军还在纳闷 怎么这么快就好了 他翘脸一红 起身走了几步 又伸了伸胳膊 奇怪 胸前那种隐痛 居然没有了 整个人似乎也精神了许多 就在这时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响起 林义军小手在胸口拍了下 又看了眼石可俊 石可俊集中生智 一个俯冲式剑步 有模有样 坐在林义军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 请进 苏妙惠开门走了进来 叫了声 林书记 见石可俊也在 眼里闪过一丝疑惑 随即恢复正常 史副镇长也在啊 二位领导书记让我通知 明天上午九点开阵委会 另外 李县长也会参加 主要议程就是柳志村后续保障及安置工作 两个人一口同声说了句 知道了 步调如此一致 苏妙惠不由浮想联篇起来 自从上次 看到石可俊和林义军一起散步后 苏妙惠就有一种感觉 总觉着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正常 稍一愣神 林义军已经开口 苏主任 还有什么事吗 我这边和史副镇长商量点事 逐客令 走吧 苏妙惠抱着一堆文件 不情不愿地离开了 门重新关上的一刻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笑了起来 你压得 好险啊 石可俊也不想久留 随即打了个手势 推门离开 让他所料不及的是 苏妙惠居然还没离开 正站在三楼的过道尽头看着他 眼里充满了他 看不懂的信息 你压得 他这是想干嘛 石可俊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直接问了句 苏主任 还有什么事吗 苏妙惠盯着他看了几秒后 缓缓说道 也没啥事 就是想提醒下史副镇长 明天的会可能对你不利 说完 他就抱着一大堆文件 回了办公室 石可俊正在那 若有所思起来 瞬间他就想到了苏妙惠心里想说的话 坦然一笑 暗存道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见招拆招吧 我石可俊又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让他所料不及的是 这年头 不做亏心事 照样有鬼来敲门 而且敲得更响亮 下午五点半 石可俊正看着文件 叮当一声 手机信息音响起 是施政扬发来的 石副镇长 十分钟后 在镇政府右手巷子口等您 石可俊嘴角微微扬了下 一个上车的地点 施政扬都能想得这么周到 迅速回了个收到 心中不免对施政扬 又多了几分好感 随即就打了个电话给林义军 义军 十分钟后 在镇政府右手巷子口等你 林义军妙接 嗡了一声 就挂了电话 石可俊嘴角又是义扬 看来林义军正在等自己的电话 一种莫名的激动 油然而生 他马上下楼 几分钟后 来到镇政府门口 老远就看到一辆别克商务 停在巷子口 其实 施政扬在发信息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 为了体现自己的诚意 他故意将时间说得晚了些 见石可俊过来 施政扬连忙打开车门 就在车门打开的一刻 石可俊瞬间看到 一张熟悉的面孔 石可俊几乎瞬间记起 这不是上次比试时 被自己无意间席兄的美女老师吗 是秋月老师 那个白得让人窒息的少妇 却在这里见面了 石可俊短暂地愣了下 随即上车 这时 施政扬连忙介绍起来 史夫镇长 这位是我妻子 她叫秋月 是现役中老师 很显然 秋月老师也认出了她 看石可俊装着不认识的样子 她笑了笑 说 史夫镇长 你好 两手轻触 蜻蜓点水般握了下 随即分开 就在这时 林义军正迈着轻盈的步子 朝他们这边走来 石可俊这才告诉施政扬 施所长 我带的这位就是林书记 没问题吧 施政扬颇感意外 石可俊真有你的 在月牙镇谁不知道 这位林书记 是个谁的面子都可以不给的主 请她吃饭 这可是件比天方夜谭 还要更不靠谱的事 石可俊居然能如此轻描淡写地叫过来 开玩笑 她能有什么问题 感谢还来不及呢 走到近前 施政扬连忙迎了过去 很热情地叫了句林书记 你好 林义军微微一愣 微笑着点点头 并没有说话 心里暗骂了一句 石可俊 你个臭小子 难怪下午 跑到自己办公室 还打听施政扬的情况 原来是演的这么一出戏呀 上车后 林义军 李洁幸和秋月打了个招呼 还有亦无意 瞪了一眼石可俊 一路无话 车子直接开出了镇子 朝南而去 车内顿时安静下来 这时施政扬说 林书记 史副镇长 城南新开了一家农庄 我前几天去过一次 环境很不错 设计也很讲究 特别是在私密性方面 更是有特点 对于吃什么 石可俊并不是很在意 他也不是个挑食的人 不过他对私密性是有讲究的 尤其是今天还请了林义军 车沿着县道开了十分钟后 拐进一条小道 两边郁郁葱葱的树木 将小道完全遮住 零散的阳光照在路上 知了的叫声不绝于耳 再往远处望去 一望无际绿油油的稻田 一派完美无瑕的乡村田园景象 又往前开了十来分钟 车子在一座偌大的人工湖边停了下来 湖光山色 几个显眼的大字 矗立在农庄大门边 只见大概有两百亩左右的人工湖中 星星点点般矗立着几个木制小亭 让人称奇的是 每座亭子之间各不相连 完全独立地存在 湖中的音乐喷泉 不时喷洒出炫目的水柱 在十几米高的天空中 形成各种图案 这个农庄的格调与氛围异常特别 石可骏不由感叹 这哪里是什么农庄 分明就是会所 四个人走进预定的八号小亭 两名俊秀俏丽服务员站立两旁 让石可骏意外的是 此刻 小亭内正播放古争取 高山流水第六段 这可是他的最爱之一 此刻 跌宕起伏的旋律 像极了他如迷般的人生 石可骏突然有些感慨起来 高山流水欲知音 彩云追悦得知己 高山与彩云相伴 流水与知己相知 在这样一个夜晚 四个人的饭局 着实很让人期待 林义军和施政阳打过交道 不过也仅限于工作方面 四人分兵煮落座后 施政阳拿出两瓶酒 一红一白 白酒是茅台 他看了一眼石可骏 见石可骏并没有反对 就朝身边的服务员使了个眼色 服务 圆将酒打开 倒入分酒器 两个学生模样的服务员 随即一人一瓶来到桌旁 这时施政阳说 林书记 史副镇长 今天有幸能请到二位领导小聚 真是倍感荣幸石可骏 看了一眼林义军 见林义军并没有表态 又瞥了一眼秋月 随即说 林书记 施所长 你们看这样行步 我们两个男人喝点白酒 林书记和邱老师喝点红酒 在看林义军 却一改往日的冷峻 他直接接过史可骏的话查 含笑说 好啊 就按使副镇长说的办 又朝坐在他旁边的秋月 看了眼秋老师 你没意见吧 史可骏真想笑 你这是 在征求人家意见吗 分明就是 替他做了决定 见秋月并没有马上吭声 施政阳连忙说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秋月看了一眼施政阳 这才笑着说 嗯 我自然是没问题 可是正养你 史可骏有些纳闷 这两口子之间有点微妙 看样子似乎还有什么隐情啊 可是 秋月老师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此刻 两名学生模样的服务员 有些犯难了 这两男两女是几个意思 你们到底是喝还是不喝 一时间 气氛有些尴尬起来 史可骏心想 婆婆妈妈 这两口子是怎么回事 今天她可是带着林义军来的 可别让自己失了面子 这时坐在主位的史可骏 灵机一动 结果站在身边服务员手中酒 自顾自倒了一杯 直接递给施政阳 林义军眨巴着眼睛 心想 臭小子你是八辈子没喝过酒吗 是不是见到茅台酒 就馋得控制不住了 不过 这双簧还是要唱好的 林义军也召师傅打一腿 拿过另一位服务员手中的红酒 她并没先给自己倒 而是给秋月先满了 就在这时 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秋月突然起身 原本有些冷漠的表情 此刻却像是绽放的花朵 只见她快速瞪了一眼 然后笑盈盈地说 林书记 史副镇长 怎么能让你们倒酒呢 正阳 看来我们要自罚三杯了那时 那时 真不好意思 怠骂二位领导了 石可骏见此情景 既然气氛恢复如初 还磨叽啥呢 那就开始吧 四个人的饭局 由此正式开始 更让石可骏和林义军 惊讶的是 秋月一口菜也没吃 真的连干了三倍 亮如白昼的小亭内 原本就白皙亮眼的秋月 三杯红酒下肚 两颊以微微泛红 白里透红 面若桃花 见老婆一马当先 施正阳二话不说 也连喝了三小杯白酒 石可骏有一种感觉 这两口子之间 应该出了点问题 是什么呢 开局得尴尬之后 随着茅台酒浓郁的酱香味 四散而逃 小亭内的氛围 很快变得热烈起来 四个人开始 尽情畅饮 尤其是施正阳 更是一个尽敬酒 对于老婆秋月 时不时抛过来的目光 简直就是视而不见 没办法 谁让她也是个直性子的男人呢 在两位镇领导面前 装也要装到底 这个时候 面子还是很重要的 时间不长 一瓶白酒就已见底 红酒还有那么一丢丢 此刻 再看二位美女 早已红侠满天飞 都是一副 娇羞可人的模样 施正阳似乎有点上头了 说话已没开始那么利索 嗓门也高了三四成 白酒配英雄 多点又何妨呢 只有石可骏一个人 面不改色心不跳 就跟个没事人似的 看这架势 还想再加点啊 不过有件事真被林义军说对了 石可骏还真的是第一次喝茅台酒 不过他并不是贪杯 没办法 谁让他天生就是个海量的主呢 你压得 逮住一回是一回 让我一次喝个够 可是酒呢 就在这时 服务员不失时机地又递过来一瓶 闻着浓烈的酱香味 石可骏酒量大开 既然开了 那就喝杯 半推半就 他和施正阳又满了一杯 直接无视了女人们投过来的目光 其实 这可是石可骏来月牙镇后 第一次喝酒 正所谓酒逢之几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今天和施正阳之间的交流 让他受益匪浅 又感慨良多 让他对整个月牙镇的官场生态 和基本情况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更何况 今天还有高傲的林大书记在旁作陪 这面子可是杠杠的 与施正阳碰杯的瞬间 石可骏悄悄瞄了几次林毅君 巧合的是 他发现林毅君和他一样 也在偷看自己 此刻 男人的情怀 在美女静悄悄的注视下 显得更为好情万丈 反观林毅君和秋月之间 话也多了起来 在林毅君眼里 秋月老师身上散发着不一样的气质 虽然她不是那种 一眼看去就很美的女人 但很耐看 是越看越好看的那种女人 尤其是 他那白得让人炫目的皮肤 同是女人 林毅君 都有点小小的嫉妒 又是半杯酒下去 施正阳显然有点多了 说话也没有了开始的谨慎 史副镇长 你可能还不知道 这次侯晓六的事 并不是我们想得这么简单 弄不好 判个缓刑 都很有可能失所长 这个不会吧 现局不是成立了专案组吗 石可骏眼睛瞪得大大的 完全是一副 不敢相信的模样 难道挺寡父母子 就这么白白的死了 吴大强 有这么大的能力吗 施正阳瞥了眼老婆秋月 借着酒禁 小声说 史副镇长 这世道没什么事 是不可能的 不过 我在这里 要提醒您一下 月牙镇的二位大佬 尤其是那个吴大强 别看他一副娘娘腔 跟个白面书生一样 可是阴得很呢 顿了下 施正阳又接着说 听说他上面有人 才敢这样为所欲为 反正我们两个 已经被人家记恨上了 我呢 倒无所谓 史副镇长 您千万可得注意了 尤其是那个里 正阳 你喝多了吧 领导的事 又岂是你能乱说的 就在这时 秋月突然切换 正在和林义军之间的对话 横插一句 瞬间打断了施正阳的话 史副镇长 我家正阳可能喝高了 他说的话 可别往心里去 听着两个男人的对话 尤其是施正阳 说到的一些事 连林义军也是第一次听说 可说者无心 听着有意 让林义军诧异的是 秋月老师似乎很关注 施正阳嘴里 说出的每一句话 因为和他聊天的时候 总是显得心不在焉 林义军觉得 施正阳并没有喝多 可能是借酒生情 发发心中的郁闷而已 秋月的做法 让他很费解 尤其是刚才 他明显是故意打断了丈夫的话 而他的神情在那一刻 却有点不正常 更为奇怪的是 他看施正阳的眼神 也很微妙 一会温馨 一会忧怨 一会又是称怒 这两口子之间一定有问题 不仅是林义军 其实施可俊也早就发现了 即便他和施正阳喝酒 至少有一半的注意力 还在林义军和秋月这边 这可是他在部队练出来的 是看家保命的本事 以前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月牙湖奇特经历后 他感觉自己已远远超出了这个层级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 他睡觉的时候 大脑都能时刻保持着清醒 秋月老师和施正阳之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这时 施正阳朝老婆秋月说 秋月 我们夫妻俩敬你们 话音刚落 两个人居然同时下位 来到施可俊和林义军身边 来了个二对二的敬酒 这让原本就以飞红一片的林义军 脸瞬间变得更红了 使父镇长 林书记 我们夫妻敬你们 施可俊和林义军同时有点发愣 不过也就是瞬间 施可俊就站了起来 林义军瞥了一眼 施可俊随后也站了起来 四杯酒相碰 释放了一个异样的信号 因为从此刻起 敏锐的林义军已经发现 施正阳这家伙绝对没罪 秋月更是如此 一个微小的细节出卖了他们 从这刻起 施正阳称呼他们的时候 已经悄然将施可俊放到前面 之前都是先喊林书记 现在变了 二位领导变成了你们汉字的博大精深 在九局的世界 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层次含义 至于林义军和施可俊的关系 施正阳不是误会了 就是故意而为之 总之 他这么做绝不会错 施可俊自然不会拒绝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四人对酒 对酒当歌 随后 在施可俊的提议下 他们又喝了一杯 作为晚上这场饭局的收官之酒 此刻 小亭内 如歌的古争取高山流水 再次响起 高山之巅 流水声不绝于耳 其运悠扬绵长而去 一如此刻小亭内肆意的酒香 还有被四朵 红云覆盖的两张俏脸 妩媚而又动人 此情此景 不由让他心旷神 咦 施可俊却不知道 他这一生 将是志在高山 还是志在流水 总之 今晚他们该散场了 伴随着进门时 跌宕起伏 犹如高山俯冲到溪水的旋律 又重新响起 四人走出小亭 在木制的小道上 四个人乘一条直线向岸边走去 施可俊压阵 走在最后 还没走出几步 施可俊突然感觉 心口又是一阵 剧烈的脚痛 他只得停下脚步 用手捂住胸口 逗大的汗珠 瞬间就低落下来 他正想喊住 正往前走的林义军 目光索急 他被一个背影吸引住了 怎么是他 脑海里瞬间浮现 昨天月牙湖畔 那个轻盈的背影 而他此刻 正在对面的小亭门口 显然他也是 这里的服务员 就在这时 小亭内的客人在喊他 背影女孩转身推门进去 半张青涩的脸 定格在石可俊瞳孔之中 他是谁 石可俊顿了顿神 又试着往前走了几步 发现心口的脚痛减轻了很多 再往前走 又恢复如初 随即他快步追了上去 在林义军 发现他掉队的一刻 完美地回到他身边 石可俊和林义军 回到宿舍 或许是喝得有点多了 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林义军并没有邀请他进去 在关门的一刻 石可俊丢给他五个字 谢谢你 晚安 就上楼去了 真是胆大包天 可还没等林义军 发出称怒的叫声 石可俊的背影就消失了 他正在那里 嘴里呼吱呼吱喘着气 一直到五楼重重的关门声响起 他才回过神来 按骂了句 臭石可俊 看我怎么收拾你 此刻 在镇派出所旁边的小区 石正阳和老婆也刚进家门 一路回来 秋月始终阴沉着脸 开门的时候 秋月像是自言自语 喝多了吧 石正阳随即小声应了句 小月 我的好老婆 我的酒量你是知道的 今天没喝多 秋月瞪了他一眼 心怀不满地说 去 一身臭汗 难闻死了 泡了杯茶 石正阳犹豫了下 就去了卫生间 秋月则从阳台收了衣服 见卫生间的门开着 里面已经传来花洒落水的声音 随手将衣服挂在门坝上 正准备转身离去 忽然停了下来 随即身子已在门框边 脸上突然闪过一丝痛苦 他太明白丈夫的意思了 心中不免有几分感慨 他们有一个难言之隐 丈夫施正阳长的人高马大 一表人才 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却受了伤 从那以后 那方面就不行了 跑了好多医院 各种药都吃过 可还是不行 甚至有医生含蓄告诉他 施正阳这方面是不可能恢复了 还能不能回头 秋月很茫然 秋月很少来月牙镇 今天 说来也巧 鉴于月牙镇优美环境 是教育局组织为期三天的青年教师研修班 正在月牙镇培训中心举行 今晚的饭局是施正阳临时告诉他的 对于丈夫施正阳 秋月有一种难言的感觉 她是个有担当有能力的男人 情商并不低 但是太过直爽 年纪轻轻就成为妇科职的派出所所长 而且还是在月牙镇这样的经济发达镇 本来好好发展的话 很快就会有升迁的机会 但她这种性格 在基层官场之中 却很容易得罪人 很多时候 她自己还不知道 就已经处在别人的打压名单之列 让她气愤的是 在侯小六和石可俊的问题上 施正阳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相反的方向 与吴大强作对 在石可俊的问题上 与段正山作对 更为麻烦的是 连李天花也被间接得罪了 平心而论 她并不认为丈夫做得不对 但这世上很多事 是不能用对错来衡量的 尤其是她这么一个无依无靠 靠石干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基层派出所所长 得罪的人太多了 意味着她的仕途路 差不多就要到终点了 因为从李天花的口中得知 施正阳唯一的靠山 或者说赏识她的县局局长李如刚 很快就要被调到市局 当副局长 而李天花几次话里有一种意思 那就是她分分钟可以将施正阳 从所长的位置上拿下来 或者把她弄到最偏远的乡镇去 还想升职 做梦吧 晚上喝酒时 美脑的丈夫居然差点就将李天花的名字说出来 幸亏她及时打断 不然的话 这话传出去 对施正阳来说 可就真的玩完了 秋月坐在沙发上发呆 想着这些糟心事 心情就变得更差了 施正阳的期待 她又何其不懂 今天也是如此 一如往昔 一声长长的叹息声 今夜无语 次日更无话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段正山怀着昨晚上梦中的得意 不到八点就来了镇政府 此刻 吴大强正站在三楼走廊上 见段正山车子 进了镇政府 赶紧去他办公室门口等着 老远就热情地喊了声 书记早 段正山没有答话 只是朝他点了点头 这家伙今天居然来得比自己还早 开了门直接走了进去 吴大强连忙过去开了空调 又拿过茶杯帮段 正山泡了杯茶 段正山走到宽大的老板桌后 一屁股坐了下来 瞥了一眼吴大强 意味深长地说 大强啊 一会李县长要过来 我这边还要准备一下 我们就长话短说吧 当前两件事 一是在在侯小六的事情上 你必须二选一 大一灭亲 第二件事就是灾后重建 人员安置和灾民物资保障工作 等会我会当着李县长的面提出建议 这项工作由你扎口指挥 林义军协助你 说到这 段正山端起茶杯 轻吹了两口 又抿了一小口茶 随后神情严肃地说 另外 我提醒你留意下石可俊 这小子很难缠 为了防止他出来捣乱 你看看能不能想个法子 把他踢出去 一切听书记安排 吴大强连连点头 并没有多说 完全是一副段 正山指道啊 他就打到哪的态度 大强啊 这可不是我个人安排 这一招话不立为有力 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你要明白 现在可是我们两个人的关键时期 稍有不慎 就会满盘皆输 段正山盯着吴大强 叹了口气又说 柳之村的事 既要让领导满意 村民们那也要说得过去 这很考验我们的智慧啊 处理好了 就是一大功一见吴大强头点的 跟个波浪鼓似的 半天才冒出了一句 书记 李县长有什么指示吗 其实吴大强是明知顾问 因为他昨天晚上 也和李天花通了电话 对于李天花来说 一个石可骏 他并不放在心上 王斌的事 他也尽力了 为此 还搭进去一个流明 这次 李天花可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任何时候 对于他来说 利益才是第一位的 昨天晚上 他思索良久 终于想到一个妙招 他要下一盘大棋 一旦成功 那可是一件大功 自己接替县长 那就是稳稳的了 他要干一件亮眼 炫目的政绩 就是把全省村庄 整理试点村 给争取过来 而柳之村 这一次大洪灾 无疑就是一个 绝佳的好机会 而他已经把他的设想 全盘向陈玉宾书记 汇报了 并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 在陈玉宾眼里 李天花这个建议 可谓是神来之笔 在自己从书记位置上退下来之前 如果能添上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疑对提赋厅是大有用处的 见吴大强问出这个问题 段正山心里有点不快 吴大强 你特么这是在试探老子啊 不过他也不太生气 官场之上 哪里会有什么真朋友呢 不是在利用别人 就是在被别人利用的过程中 也没啥好奇怪的 他和吴大强之间 说白了也是个利益共同体 而他更想借吴大强之口 为自己在李天花那多加点分 端起茶杯 连喝了好几口 段正山 这才饶有兴趣地说 李县长的态度很明确 他要下一盘大棋 为咱们月牙镇争取一个 人人眼馋的好项目来 吴大强听罢 何段正山会心一笑 用手扶了下金边眼镜 兴奋地说 书记 这可是件大大的好事啊 对我们来说 不可谓是件多方共赢的大事 我这里先表个态 为你马首是瞻 两个人又聊了会细节问题 吴大强这才回了办公室 而对于李天花来说 为了今天的会议 昨天晚上 他已经分别和段正山 和吴大强交流过 至于李天花 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个会议 因为他挂钩联系月牙镇 这也是一种姿态 或者说是 来给段正山 和吴大强站台的 柳之村 接二连三出事 李天花 嗅到了一丝不寻常 一场诡异的大水 差点就让他们几个人 阴沟里翻船 镇委会由段正山主持 他首先汇报了 昨天柳之村 抢险救灾的详细情况 话里话外 都特别强调 昨天在李县长的指示下 月牙镇党委政府第一时间 按照领导指示要求 以最短的时间 对村民进行撤离 连夜对后续工作 做出部署安排 让与会人员人意外的是 段正山从头至尾 绝口不提石可骏和林义军 通篇都是 我和吴镇长 怎么怎么滴 似乎这个决策 是他亲自提出 亲自部署 又亲自现场指挥的石可骏 心里有点不爽 认不认可自己倒不是重点 你段正山从头到尾 没说林义军 这就太不地道了 这是人干的事吗 睁眼说瞎话 真是无耻至极 而林义军的表情 就更不好看了 只见他脸色阴沉 几次都想打断段正山 毕竟李天花在场 没办法 官场规矩所限 他可以不给段正山面子 但李天花的面子 还是必须要给的 不过 他在心里骂了不知多少遍 段正山 吴大强 你们还能更无耻点吗 我打电话 向你们汇报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说的 现在怎么就成了领导带头干 哪里危险去哪里了 简直就是卑鄙无耻下流的臭流氓 不要脸 我呸 呸 呸 林义军本来他还想给石可俊请个工傻的 毕竟不是他 连带他自己在内 一帮人统统要玩玩 看来这个机会是泡汤了 不过林义军心里也有个结 那就是 还有一个人小辫子 被他们抓在手里 希望他们摘了桃子 能放过石可俊 这功不功劳的 以后再说吧 但最后的结果 却还是不能如愿 段正山和吴大强都不说 这件事后面从李天花嘴里说了出来 让他还没法辩解 吴大强的发言更加赤裸裸 从头至尾 都是为李天花和段正山歌功颂德 如果不是他们两个人 柳之村昨天就要完蛋了 最后是李天花讲话 大概意思是 在昨天的突发事件中 月牙镇党政领导靠前指挥 对柳之村村民及时进行转移 措施果断 行动迅速 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这件事 我已经向陈书记和刘县长第一时间进行了汇报 两位主要领导也对月牙镇的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 今天下午 县里有关部门将来调研对柳之村的后续安排 还请月牙镇根据各部门调研的结果 拿出具体的工作方案 两天内报告县委县政府 另外 陈书记要求月牙镇 要把村民临时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 镇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 要让村民们吃得饱 穿得好 充分体现政府的温暖 绝不允许发生任何形式的次生问题 否则 拿镇里试问 李天花目光 在段正山和吴大强脸上扫过 又在苏妙惠脸上停顿了几秒 最后落在石可骏脸上 这可是他第一次见石可骏 尽管只有短短的几秒 石可骏目光中带着凌厉的锐气 表情中明显带着不满和不屑 臭小子 不服气 突然 李天花本来就凝重的脸上 又打了一层双式的 画风直接指向石可骏 此刻 李天花眼里像是有一把剑 直刺石可骏 同志们 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在这件事处置上 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充分暴露了 我们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突然画风一转 冷声说道 本来我是不想点名的 但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这里想问下 史副镇长 在大家冒着生命危险 抢险救灾的时候 你去哪里了 累 试问谁不累 你居然跑去村民家睡觉 说句不客气的话 你就是个逃兵 作为一个刚提拔没几天的干部 我真替你惋惜 也很痛心 另外 月牙镇必须就这件事 向县委县政府 写个详细的书面说明 同时我建议镇里 重新考虑石可骏的工作安排 你压得 这就上纲上线了 林义军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终于还是发生了 而他却也无话可说 只能在心里痛骂 段正山你这个老狐狸 抢工抢得不害臊 还借用李天花的嘴把这件事 给抖了出来 真是缺得带冒烟了 所有的事情 我不是向你详细汇报过了吗 石可骏是因为太累了 才睡过了头 林义军更想骂石可骏 你个臭小子 早不睡晚不睡 关键时候掉链子 真是气死人不偿命啊 石可骏的遭遇 他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更不可能对任何人说 包括林义军 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 神话故事 玄幻世界吗 开什么玩笑 李天花发言结束后 林义军有很多话想说 但段正山并不打算 给他说话的机会 直接总结收尾 结束会议 鉴于这项工作的复杂性 李县长 我提议善后工作 由吴镇长亲自来抓 林书记配合 另外 鉴于石副镇长 昨天出现的重大问题 我建议 暂停石可骏除 招商引资以外的所有工作 段正山看了一眼李天花 见对方点了点头 马上说道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的会议就不 发言了 散会 说完李天花走在前面 段正山和吴大强紧随其后 在后面就是苏妙会 几个人一起离开了会议室 在镇政府一楼上车离开的一刻 李天花的目光 再次在苏妙会脸上闪过 回到办公室 石可骏心里真是郁闷的不行 从会议室到五楼办公室 一路上把段正山祖宗八代 骂了几十遍 没办法 人家是一把手 他虽无意邀功 但至少得把胜利的果果十分一点给林义军吧 段正山和吴大强居然来了个糊涂吞枣 你们也不怕被噎死 两只老狐狸 在李天花面前舔狗 在我们面前趾高气扬 强烈鄙视你们 石可骏还在发泄着不满情绪 让他意外的是 他前脚进门 林义军就 后脚就过来了 左顾右盼了下 林义军见整个五楼都没人 随即将门关上 卡断了一秒 直接走到石可骏面前 隔着老板桌 将头往前凑了点 两只性眼睁的老大 黑宝石一样的眼珠子 滴溜溜乱转着 随后一本正经地说 喂 你是咋回事 我感觉你像是在水里 抛了很久一样 怎么变白了 嘿嘿 说吧 就张开右手 举到石可骏面前 一个微型小镜子躺在手心 嘟囔着说了句自己看看 石可骏原本郁闷的心情 似乎一下子就好了很多 石可骏还真有母有样照了照 摆了个晴天柱姿事 手在脑后轻轻一抹 突然笑了起来 帅呆了 林义军张着嘴 瞪着恶然的眼睛望着他 心想 石可骏这是怎么了 清秀俊美 身姿挺拔 原先的奔放不羁少了很多 此刻 突然多了几分淡然清心 似乎成熟了许多 突然想到会议事上发生的事情 林义军瞬间泄了气 唉声叹气起来 石可骏见林义军这副神情也是不解 我这刚被恶批一顿 你这是几个意思 是来安慰我的话 那就赶紧说 是想质问我的话 得了 还是我主动交代吧 想到此石可骏把脸一沉 身无可恋地说 义军书记 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 刚才李县长没乱说 我的确在关键时候掉了链子 其实 你也是这么想的 是不 石可骏语气平淡 完全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 这让林义军有点意外 这件事 刚才已经定了调子 如果没有十分有说服力的证据 这对石可骏个人来说 就是个污点 永远也别 想洗掉 在官场 相当于一枚定时炸弹 而且一定会有爆炸的时候 就在这时 叮铃铃 叮铃铃时 可骏的手机响了 见是苏亚打过来的 他瞥了眼林义军 随后就接了起来 可骏哥哥 你在哪呢 我在镇政府 苏亚 啥事 那就太好了 我和肖正正好在镇里 想来见见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好啊 挂了电话 见林义军盯着自己 石可骏连忙说 嗯 是江二奶奶的孙女 苏亚和他男朋友 肖正林义军淡然一笑 心想 我又没说什么 你解释个啥 我想从柳志村撤出来 你觉得呢 石可骏一愣 为什么 后面的事很复杂 这里面水很深 段正山让我协助吴大强 其实也只是让我挂个名而已 还不如主动撤了 不会吧 这可是镇委会上决定的事 而且李县长也在场 石可骏稍加思索 接着说 不过 我还是不建议你现在撤出来 因为临时安置和后续安排 涉及的面很广 尤其是后续工程体量很大 这关系到柳志村村民们的切身利益 这正是他们的高明之处 先放再撤 这样就可以堵住其他人的嘴了 不信 你等着瞧 要步了几天 林义军能理解石可骏的话 几百户村民的生产生活 临时板房搭建 生活物资安排 都是一个系统工程 各路大神们都想来分一杯羹 更别说后面的事情了 嗯 我知道了 对了 招商引资的事 也不能耽搁了 另外 如果 言下之意就是 谁让你夸下海口 三个月完成两千万任务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来他还想说 如果你有困难 别打肿脸充胖子 或许我能帮你呢 就在这时 咚咚 咚咚的敲门声响起 石可骏看了一眼林义军 走过去打开门 萧正和苏亚走了进来 见林义军也在 苏亚有些尴尬 林书记 你也在啊 没打扰你们谈工作吧 昨天萧正和苏亚也没闲着 一直和林义军在一起 而林义军对他们印象也很不错 林义军笑笑说 没有 昨天的事还要感谢你们呢 尤其是你奶奶林书记 您客气了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林义军看了一眼石可俊 目光在苏亚和萧正脸上扫过 你们先聊着 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 殊不知 正是苏亚的这次来访 给了石可骏一次莫大的机会 穷小子也有发达的一天 没办法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是挡不住的 不过此刻 他自己还不知道 石可骏连忙招呼萧正和苏亚 坐到沙发上 又给他们泡了杯茶 这才接着聊起来 苏亚和萧正 带着惊讶的目光看着他 可骏哥哥 你怎么变了 那个比以前更帅了 萧正你说是不是 晕 这小窝头 居然当着男朋友的面 夸赞自己帅 这也是离谱的没边了 嗯嗯 是变帅了 萧正也不吃醋 有些腼腆说了句 脸上还挂着笑容 石可骏朝他们嗨嗨一笑 对于石可骏来说 今天见到他的每个人 都用同样的目光看着他 但他却没法解释 因此以一个笑容 统一进行回复 不就是偷懒睡了个觉吗 再不济 就是在梦中 被月牙湖浑浊的湖水 泡了几个小时 你压得 自己是真的累了 不过皮肤的确是变白了不少 但这是用科学的理论 也没法解释啊 奶奶 还好吧 石可骏及时岔开了话题 嗯嗯 今天就是来向你告别的 奶奶今天就会随我们去市里了 这次的事最要感谢的就是 奶奶他老人家 如不是他 昨天村民撤离不会这么顺利 甚至会出大事 苏亚搓了搓手 念如这说 嗯嗯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可骏哥哥 过几天我和苏亚就要去绅士了 这时 一直沉默不语的肖正说话了 在他心里 从第一次见石可骏起 直到酒吧的事顺利解决 尤其是苏亚能答应和他一起去绅士 他最要感激的就是石可骏 绅士肖氏集团的二少爷 不但没有一点嚣张跋扈 反而是非常的低调 连女朋友苏亚都一直被蒙在鼓里 一提到这事 苏亚的小嘴就撅起老高 瞪着黑乎乎的大眼睛 肖正 你这个大坏蛋 连我都骗 是不是怕我攀附豪门 看上你们家的钱啊 即便到现在 苏亚心里这口气还没顺畅 不过 他也是凡人 如果事先知道的话 许多事还真不好呢 女人嘛 谁不想加入豪门呢 再说 这小子还这么优秀 对自己言听记从可骏哥哥 刚才林书记说招商引资 是什么意思 肖正想帮帮石可骏 毕竟肖氏集团这么大的企业 在身世乃至全国都很有名气 而且由于苏亚的原因 爸爸已经答应 如有合适的投资项目 就在江海市开一家分公司 交给肖正打理 毕竟他还年轻 要从初级阶段开始 即便是亏了也无所谓 这下石可骏突然来了兴趣 他正为这是犹豫呢 本来他计划抽个时间去省理 把这事交给郭肖 崔卫平 肖智来处理 见肖正主动提起这事 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肖氏集团他有所了解 那可是家超级大公司 在身世肖家虽然不是首富 那也是前三的存在 集团旗下光上市公司就有三家 自己这海口也夸下了 还犯了点小错误 背了个莫须有的罪名 如果这件事办理所了 或许可以缓冲一下段正山 他们的注意力 也算是将功补过吧 想到此 石可骏也没客气 笑着说 肖正 既然你提起了 我也不隐瞒你们 可就直说了呀 石可骏这家伙其实也蛮坏的 就算与段正山没有军令状 对于这种为镇里拉投资 事关大局的事 他也是会卯足尽拼命去干的 再说 如果他如期兑现自己的承诺 那他在月牙镇的日子 也会好过很多 诚然 他也不是个圣人 也想要成绩 但今天他改变了一贯的形式习惯 没有直奔主题 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 因为对方的身份太过特殊 肖氏集团的二少爷 身份很是不一般 可是神一般的存在 而对于招商引资的事 他在瞬间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考虑 为什么不借机实现一下自己的人生目标呢 为了投资 这感情牌 在恰当的时候 还是要打几下的 肖少 苏亚也是我们月牙镇人 昨天的事你也看到了 整个村庄瞬间被洪水冲毁 村民们流离失所 日子过得很艰苦啊 说话间 石可俊瞥了眼苏亚 早上 李县长也亲自来镇里开会 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 举全县之力 帮助柳之村渡过难关 见肖正很认真的听着 石可俊又接着说道 这次县里 镇里投资是很惊人的 虽然月牙镇有一点经济基础 但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 也是有点 力不从心 只有大力发展经济 以积极的经济成果来繁补柳之村建设 否则一味等 靠 要 这件事是很难办好的 为此 镇上为了加力发展经济 要求每个镇领导 都要提前完成一定数额的招商引资任务 石可俊目光如炬 盯着肖正和苏亚 叹了口气 带着一种无奈的语气说 至于我 你们是知道的 才来没几天 如果肖氏集团能来镇里投资 那我是举双手欢迎美等石可俊说完 肖正二少爷的霸气 直接显露了出来 石可俊话里话外的意思 他又不是听不懂 直接来了句 可俊哥哥 你的招商引资任务是多少 在肖正心里 只要不是太离谱 以他二少爷的身份 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个 也不算太多吧 两千万 肖正没有说话 两千万在他眼里是个小数目 他本想一口就应允下来 可转念一想 何不先听听石可俊有什么的想法呢 反正这个忙他是一定要帮的 实在不行的话 他再说服爸爸 拿个小项目过来搞搞 如果石可俊有明确的目标和意向 而且具有可操作性 那就更好了 他也想干出点成绩 这样的话 在他老爸那也能得到加分 想到此 他话锋一转 可俊哥哥 两千万的事 先摆旁边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或者说 你有没有什么 需要我投资的意向终于说出来了 石可俊嗨嗨一笑 咧了咧嘴 他就等肖正这句话呢 对于肖氏集团 他并不陌生 源于他在电视台工作的经历 肖氏集团旗下主营产业之一 保健食品市场占有率一直很高 也是公司的支柱产业 更是业内头部企业 由于其出色的营销手段 和铺天盖地的广告效应 连他们秋元线电视台 很多节目前后 都会插播肖氏集团的保健食品广告 他的脑子里 早就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这也是他一直考虑的事情 想到自己剩余的那三颗丹药 石可俊就是一阵心疼 那可是自己半年的积蓄呀 虽然谈不上吃不上饭 可一点积蓄也没有的日子 也是苦兮兮的 好歹也是个负阵长 连买个五六万二手车的钱都没有 光靠这点工资可不行 而现在就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最近一段时间 他除了工作 修炼以外一直在做一件事 就是不断改良优化自己丹药的配方 打算以纯天然植物或提炼精华液 来替代丹药成分中的中药材 目前 他已经初步配置出了 极多种功效为一体的保健食品配方 这可是人间罕见的绝密配方 现在机会来了 何不尝试一下 在他看来 产品一旦生产出来 不出意外 一定会火爆市场 而肖氏集团 无疑是最佳的合作伙伴 想到这些 石可俊自信满满地说了句 肖正 我想引进保健食品投资 不知道肖氏集团有没有兴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